浪人崛起值不值得买 我预购的是数字版 花了我525人民币 目前浪人崛起这款游戏 只有PS5上能玩到 PS4的玩不了 Xbox和PC更别说 估计还得等 你们认为会等多久呢 这款游戏个头还是挺大的 95个GB 游戏画面和帧率有三种模式 FPS帧率模式 花质模式 还有光线追踪模式 一般玩家推荐用默认的FPS帧率模式 说到这儿 估计又会有很多人会喷PS5了 帧率模式是60帧 但是分辨率是略低于1080P 比1080P还低点 我的主光感受 那就是画面有点粗糙 第二 画质模式是30帧 实际分辨率是不到2K的低于2K 对比帧率模式 这个画质模式感觉精细了一些 第三 光追模式也是锁30帧 分辨率略低于FPS帧率模式 这个模式画面整体氛围要好一丢丢 可能是全局光照的缘故 这三种画面模式都用的是时间重构技术 也就是拉伸技术 它可以把1080P的分辨率拉到4K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这款游戏是支持VR可变刷新率的 在我的LG C3电视上 我用的是光追加VR模式 实际体验感受与纯粹的光追30帧 这个帧率要舒服 虽然有VR 但它是60帧封顶 实际游戏帧率大概在45到60之间波动 这已经是最大限度的压榨PS5机能了 这款游戏优化成这样 我不知道是不是开放世界的缘故 要不就是忍者组的水平步行 或者是PS5的机能不够 PS5还不出Pro还有天理吗 下面再说说游戏和难度 拉人崛起的打斗 我感觉有点像只狼 好图有点像老头华 有的时候有点像人亡 有的时候还有点像刺客信条 直线任务很多 地图上的点也不少 玩的时候有点乱乎 这可能是开放世界的通病吧 这可能是我初期的感受 游戏除了单击剧情之外 还有线上模式 支持三位Plus会员玩家 另外各位还要注意 PS港夫游戏的线上模式 它都是国际服务 为了更流畅的联机体验 最好是搭配游戏加速盒 我用的这个是 迅游主机加速盒旗舰版 在它的手机APP里面 可以选择烂人崛起游戏 直接开启加速 不用配置PS5主机网络 不仅如此 迅游主机APP还支持 Switch和PS Portal的加速 在会员界面的右上角输入小白的宝箱 还可以体验五天时长 好我们继续说游戏难度 我觉得浪人崛起这款游戏 它的难度比只狼 老头环 人亡 卧龙 都要强 这个强势指的是容易多了 更适合手残打玩家 我的水平老粉丝都知道 但是我在浪人崛起这款游戏里面 我有能玩下去的语气 虽然也是错误百出 但不致命 虽然也是不停的吃夹鞋 但随处可见的旗帜 摁一下R1 就能一键恢复生命和所有道具 另外在拼杀的时候 虽然敌人也很多 但是我不至于慌乱 敌人们会等着我一个一个的打 一个一个的弹刀 还是挺有征服感的 我感觉这款游戏特别适合像我这种老人家 好最后说说值不值得买 虽然爱奇人给出了7分 这个分挺低的 但是我的出敌感觉还可以 如果想买 但又拿不准的小伙伴 建议再观察一阵 目前是首发价格比较贵 光盘也是525分 先等一个月再说 你们觉得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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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